- 延續上一支Antalia自由行Vlog - 延續上一支Antalia自由行Vlog - 延續上一支Antalia自由行Vlog 延續上一支Antalia自由行Vlog - 今天要來開箱 - 土耳其浴 - 現在要去洗土耳其浴 - 剛好有一家離我住的地方超級近 - 剛好有一家離我住的地方超級近 - 大概走路五分鐘兩分鐘 - 土耳其浴叫做Haman - 這家叫做Demiham Haman - 搜尋Demiham Beth可以找到喔 - 還有分男浴跟女浴 - 男女分開也可以讓客人比較放鬆 - 覺得還蠻不錯的 - 土耳其浴大致上有這些服務 - 大理石蒸汽室 - 超爆熱蒸汽室 - 桑拿烤箱 - 但我們去的時候烤箱在維修 - 所以沒用到 - 剛提到的這些都是前戲 - 接下來才是本體 - 刷身體 - 我稱為戳身 - 泡泡浴 - 不是日本那種喔 - 等一下會介紹它怎麼洗 - 再來最後一個 - 馬殺機 - 這樣總共130里拉 - 大概700台幣左右 - 一開始會帶你到二樓小房間 - 會有自己的更衣室跟鑰匙 - 脫完衣服 - 維好毛巾 - 再去一樓玩 - 更衣室裡面有拖鞋 - 空間也算明亮舒適 - 開始洗囉 - 這裡就是一個很大的蒸汽室 - 溫度我覺得蠻ok的 - 算是中間偏熱 - 覺得太熱的話 - 旁邊有小淋浴間可以裝冷水降溫 - 房間正中間有一塊大石板可以睡覺 - 或是跟隔壁的聊天 - 第二關是超爆熱中氣息 - 還沒再誇張 - 看這個水氣瀰漫的程度 - 水氣超燙 - 連呼吸都會痛 - 我大概待一分鐘就要出來一次 - 幾乎重頭戲的我 - 根據前輩的說法 - 他們搓身的時候 - 身體就像橡皮擦一樣跑出一堆血血 - 還蠻療癒的 - 而且搓完皮膚會滑滑的 - 再來是非常柔軟的泡泡魚 - 師傅會用毛巾之類的東西抱一團泡泡 - 觸感很柔軟是種很特別的感覺 - 全身上下都是泡泡的感覺蠻舒服的 - 裹完泡泡之後會幫你稍微搓在 - 把剛剛的髒東西洗掉 - 在泡泡魚跟瑪莎集中間會有一個中場休息 - 地點在他們店一進來的大廳 - 頭跟身體都抱著毛巾蠻舒服的 - 而且前面有小板燈可以放假 - 還有提供熱茶的服務 - 拖維其茶跟蘋果茶是免費的 - 這是蘋果茶,超合法 - 好像拖維其茶就是沒味道 - 它是微甜甜的 - 我們還有點冰的飲料 - 相當是鐵鋁罐的烏里拉 - 也不會有被坑的感覺 - 吃飽喝足之後就去二樓砂殺機 - 他們是一人一間的按摩間 - 會用精油按摩超級舒服 - 大概按20分鐘到半小時吧 - 然後土耳其浴就結束囉 - 其實我覺得這樣130里拉真的蠻值得的 - 服務非常好,師傅們也很尊重客人 - 值得一洗 - 他們說精油按摩完三小時內不要洗掉 - 所以建議把土耳其浴安排在當天最後一個行程 - 洗完之後可以直接回飯店休息睡覺 - 應該會蠻好睡的 -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囉 - 喜歡的話歡迎按喜歡、訂閱、小鈴鐺加分享 - 掰掰 - 坐下來 - 呢 - 藉著學 буде - こん Wohn